男子当即怒吼一声,挥动着手中黑毛,朝着硝烟攻来,只见硝烟五指用力一捏,手中金色的心脏赫然爆开。 男子如遭重创,身形猛的一掷之间,更是一大口鲜血喷出。 地质不朽第三步的他,指其跌落至第二步,好在的是他依旧还是不朽,只不过损失极为严重。 金色心脏爆开后,凝聚出不朽精血。 硝烟不紧不慢地拿出了玉瓶,然后将其装入了玉瓶档中。 之前总共有四地,给予了乌战一地,只剩三地。 现在夺得男子精血后,硝烟再度拥有了四地。 不朽精血蕴含着浓郁的不朽之力。 若不出硝烟所料,若是给予虚神铠甲,便是能够和太虚强者那般, 运用精血达到不朽。 但现在硝烟并不知晓,不朽精血在带他突破不朽时会不会有用, 所以没有必要情况,也不会把不朽精血运用到太虚分身之上。 若是太虚分身也能通过精血达到不朽, 再融合原神分身,若这能否与第五步强者一战。 硝烟心中思索着,此时,怒极攻心的男子, 裹挟着他浑身细数的不朽之力,朝着硝烟袭来。 使力跌落的男子,此刻又怎会是硝烟的对手? 原神分身的肉体力量,除非绝对的使力碾压。 在同级或者实力稍弱的不朽手里,不说同级无敌,但几乎都不可能落败。 即便是不朽强者,不朽之力仍旧会消耗。 而不朽肉身强大之处,就是消耗极慢。 就算打不过,单凭肉身优势,也能把对手给生生耗死。 硝烟的拳头与其锋利的黑毛碰撞在了一起,发出金铁碰撞之声。 由此可见,硝烟此刻的肉身之力,配合着原神和灭须天雷,达到了非常恐怖的强度。 男子此刻的使力,已经从第三步跌落至第二步。 踏着一击,即便已是咬牙气齿,施展出了自己全部力量。 可再次面对三星原神不朽肉身,以及本尊力量结合的时候,他已然不再是对手。 如同金铁碰撞的声音响彻, 下一瞬,便是看见其黑毛的毛尖弯到极致。 而后,砰的一声断裂开来。 其身形一个亮相,硝烟的拳头已是朝着其脑袋轰来。 男子躲闪不及,硝烟的拳头已经落下。 其头颅又怎么可能抵挡硝烟弥漫着灭须天雷的恐怖异拳? 红的一声,男子头颅炸裂。 此时,男子灵魂嘶吼着,朝着硝烟咆哮而来。 你敢杀我? 我大哥杀罗定不会放过你。 硝烟闻言,身形没有停滞,再度一拳轰在其胸膛上。 浑身骨架血肉,在这一拳下尽数崩溃。 尽管没有用刀剑,但却依旧血肉横飞。 死死死,既然如此,那就都死在这里吧。 男子愤怒的身影传荡开来,一股极端的气息从其崩溃的肉身当中传出。 虽然看起来,他此刻的肉身崩溃不堪,但实际上,体内只要有不朽之力流转,很快就能恢复。 但他也知晓,硝烟不会给他恢复的机会了,与其就这样被击杀,倒不如临死反扑,即使陨落,也要在死之前让硝烟脱一层皮。 可他其实也更明白,加上他现在全部的力量,硝烟的肉身力量太强了,根本不可能对硝烟造成什么致命的伤害,可他不甘呢,自爆是他现在唯一还能做的事了。 一股极端的气息便是从其肉身之上传荡而开,那名持剑男子因为硝烟突然地出手,本来已经陷入绝境的他有所缓和,但此刻眼瞳皱缩,身形急速倒射,一名第二步强者的自爆,其威力还是不容小觑。 想要自爆吗?那恐怕不能如你所愿了。 硝烟轻声开口,此刻他眼中光轮流转,百昼一般的火焰顿时将这灰雾都照耀地通明。 此时,男子对自己的灵魂都失去了控制,可他的意识永远停留在了这一刻。 硝烟轻声没有任何犹豫,将其肉身彻底毁灭,那毁去的肉身,骨骼之中也蕴含着不朽之力,但却不能提取出不朽惊血。 硝烟微微挑眉,心神已动,太虚分身出现,只见那骨骼之中的不朽之力,静去朝着虚神铠甲裂来,然后融入到了虚神铠甲当中。 原来还能如此,硝烟健壮,心中便是一喜。 雨下的不朽之力也没有浪费,被虚神铠甲所吸收。 如此一来,太虚分身也能爆发出不朽强者的力量,融合本尊,也能让未曾达到不朽的硝烟,运用不朽之力。 至于其灵魂,便是被九木神湖吸入。 不仅如此,在血肉尽数崩溃,灵魂消散后,在那半空当中,硝烟看到了一枚和他体内刚刚凝聚而出的,一模一样的魔丹。 硝烟也是将其收下。 当然,还有那枚硝烟绝对不会放过的纳戒,一丝一毫,硝烟都没有浪费。 一个不朽强者,身上可谓处处是宝,弱肉强食,这是铁律,也怪不得硝烟心狠手辣。 在这种地方,比硝烟心狠之人比比皆是,说到底,也只是为了让自己能够生存下去而已。 没有正邪,都是为了活命,而不得不变得更强。 更何况杀戮之塔中,根据此人所言,似乎他们三人必然会有一番角逐,只能有一人存活才能晋级下一层。 每一次战斗后,硝烟都会逃出圆丹,跑入口中。 此刻,硝烟手里约么百枚圆丹也是不多了,本想着没有圆丹提升实力的速度,会有所减缓。 而这名不朽纳戒之中,竟是又给硝烟提供了百枚圆丹。 这令硝烟心中也是一喜。 此刻,硝烟本尊九星斗神的实力,六亿元气星辰。 当然,一直在战斗的硝烟,体内的元气海也并未停止进展,依旧在不断提升。 此刻,硝烟并没有着急去寻找那名,不知藏到哪里去的持剑男子。 而是盘坐下来,闭幕先许后,再重新睁开了双眼。 体内元气底蕴再涨两千万,速度不算快,但硝烟已经非常满足了。 体内磨气越加浓郁,不过,皆是尽数凝聚在了硝烟当中。 旋即硝烟拿出了从这第二步强者雨灭后出现的硝烟。 看着这血红色的硝烟,硝烟有些犹豫。 因为目前为止,还并不清楚这些硝烟的存在究竟有什么意义。 不过既然存在,必定就有这天恒魔君所赋予的意义在其中。